花木创作的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九十九亿闪婚 豪门总裁夜夜忙 第1383集 再给你老婆取名字啊 啊 陆明轩小朋友更加好奇了 我 我也看看 说着陆明轩拿起了几张纸条看了看 素梅 怎么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啊 二公子 你看看这个名字怎么样 陆明轩小朋友接过来一看 双眸顿时就瞪得老大老大 凑近看了半天 最后眨眨眼说道 嗯 丈母娘 我跟你说 如果你给我家老婆取这个名字的话 我可能就要帮她写一辈子的名字啦 为什么 因为她根本就不可能会写这两个字啊 顾水黑脸 我女儿就那么蠢了 不过她目前为止 没不知道这两字念什么呢 哎 这个不错 水 陆明轩在一堆纸条里翻到一个秒字 然后指着上面的水数了数 嗯 一个水 两个水 三个水 顾三水 这边人在讨论中 另一边 季妹妹哭着跑了过来 季先生见小宝贝哭得那么伤心 连忙走过去 将宝贝女儿抱起来 妹妹 怎么哭了 他没有哥哥说 他要画个老婆 季妹妹面临被抛弃的可能 那也是一个嚎啕大哭呀 有人还悄悄地把耳朵给捂上了 比如陆明轩小朋友 据说将来 他要叫这个爱哭鬼大嫂 唉 真的是一言难尽呀 季太太表示 很心疼受委屈的女儿 这件事 陆三爷是不是该给个说法 他问道 陆三爷 当初谁保证 大公子靠谱的 这才几岁 就把他女儿给换了 陆三爷满身火气地离开了偏厅 这事没完 陆天川 你不能揍我儿子 要揍我来揍 纳兰与火速跟了过去 季妹妹的大哭 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来 小鼻子哭得通红的样子 别提有多惹人疼了 季先生安慰女儿 妹妹乖 回头 我们把二公子给抢过来 这损招都想得出来 大宝贝 大宝贝 赶紧把咱家准地去 给藏起来 快点 好嘞 顾水秒回 扛起地上的小布点 火速离开 喂 你抱错了 陆悠悠对着空空的两只手 愣是半天才反应过来 自己儿子被人给抱走了 赶忙喊了一声 顾水连忙急杀 看着怀里的孩子 再回头看看 还站在那儿 一脸懵逼的 陆明轩小朋友 陆明轩小朋友 满脸疑惑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尽管家长们 没少为孩子们操心 但事实上 更多的用意 是想为生活 添上更多的乐趣 至于最后 是否真的能走到一起 已经不再重要了 就拿从小就善于撩妹的 宋麻烦同学来说 自从上了小学一年级 正是步入学业里程之后 对小妹妹的热情 已经大不如从前 虽然偶尔还会 控制不住去撩妹 但是娶两个老婆的概念 已经不存在了 更让人择舌的是 长大后的宋麻烦同学 居然沦落到 被逼去相亲的地步 插播小剧场 纪文成相亲记 宋麻烦原本取名纪成 后来在纪成同学的 强烈要求下 更改为纪文成 纪妹妹也不得不因此 改为纪文青 咖啡店内 靠窗位置上的一对男女 面对面的坐着 一语不发 这样的状态 已经持续了将近五分钟 确确地说 女孩犯花痴的状态 从开始一直保持到现在 眼底抛向纪文成大帅哥的桃星 就差把他给砸晕了 最终 纪大公子实在是坐不住了 只能开口打破了僵局 原来你会说话呀 女孩终于猛地回神 笑了笑 系大公子一咽 难道他脸上 写着不会说话几个字吗 女孩子主动把手伸过来 跟他握手 你好 我是你今天的相亲对象 陆一帆 我靠 又姓陆 纪大公子不禁抱了一句粗口 这些年 他被陆家那几位大小姐 折磨得就差要逃离地球了 现在是听到姓陆的 他就慌 没想到啊 八百年相可亲 偏偏又撞上了 他是跟姓陆的有仇啊 陆一帆被他吓得把手缩了回去 谨慎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心想着 介绍人没说对方精神有问题啊 听说你刚从国外留学回来 你的外语一定很好吧 还行 那你能说两句听听吗 这是来相亲的还是外语口试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会几个国家的语言 比如英语六级啊 德语二级 日语恩三 请问你几级啊 纪大公子盯着他看了一瞬 虽然很无语 但他还是坚持了下来 我法语八级 韩语七级 意大利语六级 西班牙五级 你想听哪个 陆一帆经的下巴都要掉了 真没想到啊 你居然会那么多国家的语言 不过 法语不都是 ABC级吗 我学的比ABC更高级 纪大公子撒谎都不带眨眼的 那你能说两句听听吗 刚好我也会一点 陆一帆对这样一位大才子 更加崇拜了 纪大公子细长的手指 在桌上一下一下地敲着 心里想着 这牛吹得好像有点膨胀了 可是吹都吹出来了 也不能装孙子吧 这样想着 他稍作酝酿 然后开口 颇被奔逼标百八 什么 法语 听不懂啊 既然吹了 那就要吹得理直气壮 跟我学的好像 有点不一样 你学的那是皮毛 当然不一样了 纪大公子端起咖啡 抿了一口 小样 跟本公子比外语 本公子能说得让你家都找不着 于是纪大公子还不过瘾地又说道 这样 我再给你来两句西班牙语怎么样 好啊好啊 鲁一帆开心地拍手 而皮逃不逃不去 纪大公子说顺口了 开口就又说了一大串 对方一脸复杂 你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问你吃饭了没有 纪文成继续面不改色的瞎编 那你可以教我刚才那句吗 刚才那句怎么说来着 难以后 你走得来着 放下来 你开心地拍手 就把我闹起来 你 Male 子群 我会不会 那瘾地